2022年3月17号 这是我们的吉祥物 另一个吉祥物是什么呢 霸王多 昨天我们说到 这个中国经济其实可以刺激 或者说超强刺激 因为说到这个美联储 如果它不极端的加息 不0.5 0.5这么来 不快速的紧缩 完全不想 真心实意的遏制通胀 完全不想 帮美国的这些富裕阶层 这些精英层 比较腐败的这些资本家 好好的清洗一下 如果他不打算这么做 我们自己过度的紧缩 是没有意义 也没有价值的 但我们昨天说了 这个有很多标准的操作 我们可以刺激 加超强刺激 普通的刺激就是 英美他们的教科书上 说的这种放水 但如果我们说超级刺激 就是伴随着人民币扩张 就是推翻美元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 人民币特别是第一波 进行释放的时候 会有非常强烈的 这个收割的能力 因为很多国家 他买入人民币 实际上就把资源释放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扩张过程中 是有一个超级的过程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不重点 不说美联储 说这个房地产市场 好 昨天16号的时候 这个几方面的财经部门 都确认了 就是房地产税 暂缓征收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从这个角度下手 确实这个是快准很 因为我们说了传统的降息降准 首先要有市场主体 而且它是非常活跃的 而且数量也正在成长 那是最好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再降息降准效果就极好 那么我们就是说房地产市场 在过去我们去杠杆的时候 实际上去了一大半 然后发现美国不跟 好 那么现在美联储降息0.25个点 就是摆明了不跟 我们刚才说的 不愿意紧缩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说标准的刺激 起码是房地产放松 这个应该算是 那么这个房地产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有多轮的 比如说有这些企业贷款 很多的就不容易拿到了 也就是说借薪还救的 这个能力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指导价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有释放出房地产税要征收 有很多四点城市 甚至就是位于 这个房价最高的这些城市 都是一线城市 长租三角的核心城市 那这样的话 就是多角度实际上 受到了这个紧缩 那么现在 这一把的话 我们说房地产调整 应该说已经足够到位了 所以这个也是 暂缓征收的一大抓手 就是调整已经 之前已经比较令人满意了 那比较令人满意了 就是现在大家 很多人也已经把预期扭转过来了 我想现在不会再像很多朋友 在2017年 2018年一样 害怕自己买不着房子 害怕自己没住了 现在应该是不会了 就在这一轮的这一年多 持续的高压下面 所以一方面 小的因素 调整较为令人满意 第二方面 国际的金融形式 就美联储表达出来的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现状 今天确实也就0.25个点 昨天市场大幅的已经猜测出来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我们今天看到复利地产 跟农创 这两支是表达是最明显的 复利上涨30%多 那这个农创上涨了59% 现在是下午4点多 那我们要注意到 昨天腾讯控股涨了很多 涨了差不多20%多 那么今天涨6% 那很明显 昨天房地产的 肛股的表现并没有这么强烈 那么今天表达这么强烈 我想就是 整个市场已经弥漫出了 对房地产行业比较乐观的 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说农创跟复利 虽然说这个 现在很便宜的股价 但是市值也是几百亿 这个股价都 融创巴不得往方倍的方向上走 上涨59% 这个应该说市场 逼贵源上涨28%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 那么恒生指数 今天是上涨7% 整个指数 恒生科技指数也上涨了7% 好 那我们再往两个小岔路去说一下 就一个房地产 现在还能不能炒 就现在这样的态势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整体来讲 房地产行业已经是 无论是股价还是房价 已经下滑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其实从疫情以来 很多地方就是下滑的比较明显 那最近一年是长足上脚之后 跟核心城市下滑的更加明显 那么股票市场的 像农创这些 是2020年 在疫情左右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来到了高位 也就是这两年的下滑时间 现在应该说涨时可以收入了 就他们的月线 我们看到这些 这些关键这几家公司的股票 月线来说 每天 每个月都是在跌 每个月基本上都在跌 那么这样的情况 每家公司情况略有不同 但基本上就是18年19年跟2020年 这几家公司都是一直开始不断的下跌 就是这些公司如果都像恒大一样出问题 那么中国金融系统确实系统性风险就会增加 而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时间点 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已经没有必要过度去尴尬 而是说什么呢 可以跟欧美比拼一下通胀的能力 承受通胀的能力 甚至我们说可以往这个方向上走 但至于说能不能炒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问题 其实大多数城市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就是他不是说一个他房子这个价值肯定还是在 特别是一二线城市 那大多数情况下 大多数城市 他的人口是缩减塌陷的状态 也就是说供过于求应该是较为长期的 这一次对房地产不收房产税 应该说只是遏制住了他下跌的趋势 这两三年下跌趋势 应该说止跌停止下滑 但是并不会迎来反弹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并不会迎来真正项目向上反弹 甚至在未来时间还会下跌 那很多朋友说 那你刚才说了 刺激跟超级刺激 这是标准的 那么未来还有更大的刺激 所以我们说如果真的有更大的刺激 那是我们一直在说 那是因为人币有能量 那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化 人币的国际化 那是因为一带一路可以更好的做 那是因为中国可能跟俄罗斯 有极为紧密的经济关系 那是因为中国可以向下兼容很多国家的经济 那是因为我们中国摆脱了美元体系 那是因为我们从英美的贸易秩序 金融秩序下面走出来 那不是炒房子 是不是 那我们说你即使有造型 是有那么多钱出来 这个钱要干活 要做事情 要搞科研 向上突破 搞开发也行 或者说向下兼容也行 而不是说再回到房地产这里去 而这些房地产再有什么利好的政策 最多最多就是什么 让它持平持稳 而很多城市来说它的房子如果仍然卖不出去 该跌价可能还是得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就大家这么恐慌 会那么害怕 因为这里要有一个过渡 我们说了 最好是什么呢 能够有一些我们有健全的股票市场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项目能够走出去 跟更多的国家兼容 好我们这个片段大概就聊这么多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房地产税暂缓征收 我想应该说至少暂缓的两年吧 你不可能说暂缓一年 那意义不是很大 那肯定是推迟一些 所以不管是对于炒房的个体来讲 还是说手上有大量房产的 像这些公司有开发的这些来讲 如果说没有出现 之前没有严重的爆雷 这个还能运转 那基本上这公司 或者说这个炒房客基本上就安全了 那么再往后走的话 就是不会有更多极端的行情 我们说即使房价不可能说大幅度的上涨 也不至于说还像之前的预期会差到那个程度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美联储他仍然是吗 有可能突然间再加息也有可能 杀一个回马枪 这也不是说不可能 当然这个现在我们看可能性 美联储折腾这么多年 我们已经霸造他的脉了 但是现在的话 美国跟这个欧洲方向的话 我们说他现在的想法是 他回不到苦日子 富裕阶层 包括说顶层的这些特别有钱的富豪 哪怕是一般的中产阶级 中下层 他可能宁愿去发动战争 宁愿去承受其他方向的痛苦 宁愿去赌一把飘一下 他也不会说我 那么我就宁愿收缩 我自动紧缩 这里我可能还有一个猜测 就是美联储可能担心他紧缩太多 就我们前面说了 很多国家金融真空 人币填补可能都不需要摧飞之力 这个也有可能是一个 他只要保持住不过度紧缩 也许他还可以多活几年 就是我说的是美元霸权 这个美元欧元 他整个支付还能够多活几年 好 那我们这个片段就聊到这里 希望能够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